上集讲了观音失窃一案,今天给大家带来真假空影案 老猪半夜睡觉被噩梦惊醒,这老猪的噩梦也是够奇葩 梦见自己在大殿上随地小便,主要是这随地大小便也就算了 这没素质的事情还被一个工匠给看见了 你让我这明朝第一大佬的脸往哪儿搁呀 醒来后被马皇后一顿安慰,静下心来 打算给自己的爹妈修个灵 经刘伯温同意说,如今天下已定 皇上可以在凤阳重建祖庙临寝,以表孝心 这老猪还跟刘伯温讲了很多私房话 以及自己当初一些不堪的回忆 谁知道店里还有一个小工匠,听他们的对话都吓呆了 笔上的颜料滴到老猪面前,老猪抬头一看 这不就是梦里的小工匠吗,居然还敢偷听我们讲话 老猪气得直接叫人来问话 刘伯温为了小工匠的性命,洋装发怒质问太监 为什么没有清场干净,难道留下的人是笼子吗 还跟着太监识眼色 这太监也是个老油条,一听这话 马上说这工匠还真是个笼子 但手绘记忆很高超,老猪还是不放心 派人敲锣试验他,蒙上眼睛砸他手臂 看他毫无防备,这才相信 果然能在这大明朝活下来都是狠人 胡维庸给老李送了匹汉血宝马 主要还是想让老李提拔他到中书省 但你确定这马是汉血马,看着咋像拉货的呢 老李也是个爱马之人,看着这汉血马也就答应了下来 小工匠张小五前来见刘伯温 手被老猪废了,也只能回老家 临走特意来感谢刘伯温,老刘让人给他穿上铠甲 背上鞋带子,让他装聋作哑一辈子 不然性命不保,果然一出城就被黑衣人暗杀 净亏刘伯温的提前预防才逃过一劫 老猪看雨林卫的回复还是不放心 让他查查张小五临走前见过谁 又让老李去凤阳替他爹娘修灵 还问他,如果有人为了救一个身份卑微的人 撒了个大谎该如何处理 老李表示没有听懂 老猪的那点小心思哪里瞒得过马皇后 故意说老猪忘了 他讲过的汉高祖张良韩信的故事 老猪也不是个傻子 听得出皇后在暗讽他 却又不承认 心里想着自己哪里会是这般狠心之人 却又说着我的地盘 我做主,得得得 明朝第一大佬,说啥都是你对 这时候老刘披头散发 一脸醉醺醺的老刘进宫来 嚷着说要见老猪 朱元璋让人把他抬到御书房 刚好刑部的审讯结果也送来了 这欺君之罪就坐实了 老刘胡搅蛮缠 跟老猪还原最久发生的事情 套出老猪的震恕你欺君之罪 马上谢主龙恩 感谢老猪的不杀之恩 老猪一看自己又被套路了 只能作罢 老刘跟老猪提出要告老还乡 去做他的金牌携手 老猪答应他 但要他帮助老李修完陵墓再走 还是怕贪赃忘法的官员 趁这次大贪一笔 老刘就说让老李先去 有什么问题 他再来处理 随叫随到 老猪一想答应了 赐给老刘一枚观影 可奉旨行事 地方官员不得阻拦 老猪给了老刘七个月假期 并派了个雨林卫一路跟随 老刘带着刘毅回老家度假 路上遇到刚升官的胡为庸 强行让老刘让道 真的是不懂得低调做人 应该也嚣张不了多久 老刘为了稀释宁人 主动让道 金华府的王神仙做寿 金华府的官员都来祝寿 连胡为庸也来了 这王神仙表演了几个小把戏 把这些官员 唬得一愣一愣的 惊为天人 什么王神仙就是个神棍 这神棍跟胡为庸单独见面 问了老李修皇陵之事 王神棍说 此行不善还被刘伯温天龙压地龙 老李厄运将至 又准备一张浴床给老李 说赞保老李平安 胡为庸把浴床送给老李 还把王神棍的话都跟老李讲 让老李胡思乱想 心里不免多了几分忌惮 刘伯温的马车不小心撞了 去找金华儿子王伯 便带他一起上路 在休息时 刘伯发现观影不翼而飞 帐篷外的刘毅和雨林卫兄弟 因为烧火一言不合 差点打了起来 不过你这刘毅 打架拿椅子 真像小学生一样 而王伯赶来当和事佬 王伯给刘伯温送茶 王伯虽老伸手却很矫健 一把就接住掉落的茶水 老刘瞬间就注意到 却笑笑跟王伯老家常 刘毅半夜上厕所 去试探王伯和雨林卫大离子 感觉大离子是个恋家子 就断言是他拿的 刘伯温让他别太武断 说王伯也是个深藏不露的人呀 老刘怎么说也是敞亮人 猜测偷印之人 会在清晨把印送回来 第二天 故意将帐篷烧着 让一群人帮忙救火 王伯也趁机进去 把装有观影的箱子 搬到马车上 整个过程 刘毅都紧紧盯着 果不其然 在路上打开一看 观影回来了 老李一路的行踪都被老猪盯着 听着他一路白吃白喝 百官附庸而来 正当生起时 突然有人来报 老李突发重病 现在返程回来 高招呀 这老李说什么 不信神棍的话 结果直接连去都去不了了 皇后到丞相府看望老李 老李赶忙说自己是被吓病的 害怕完不成皇上的重任 皇后便让老猪给老李免死铁券 对于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 直接处理掉 老猪一听不乐意 凭什么承诺不杀他 我明朝扛霸子 是要威胁我吗 皇后见他凶巴巴的样子 干脆撒手不管了 朝堂上 老猪直接处决了一批贪官 老李吓得直接晕过去 老猪看着老李这怂样 听取皇后的建议 给了老李棉丝铁券 并说明此券 只对他本人有效 他的家人犯事 同样按大明律令处理 并让他继续去修皇陵